与其中透露担忧 就是因为台湾核心命脉半导体 万优禁逼 不只三星宣布架构量产三奈米制成 对岸中国也积极跨入晶圆投产 更点名南韩半导体衰退的开始 正是因为对中国从贸易顺差变成逆差 台湾要与韩国为借鉴 一方面南韩的贸易到6月20号为止 它已经出现的贸易赤字 如果日元一路变 韩元也跟着一直变 新台币当然有贬值的压力 直言面对内用外患 手稳台湾半片张山 半导体至关重要 若是失手两岸根本不用打仗 就已宣告失败 谷歌前CEO施密特更示警 中国以举国体制方式 扶植半导体 俨然威胁到美国 恐怕将在2025年取代台湾 成为全球最大晶片产地 万万不可轻忽 专家对台厂技术仍信心十足 半导体产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制成技术到扩产计划 牵动科技厂公司命脉 更足以撼动国家竞争力 三零七位女出席 刘富茨台北报道 二零七位天性 未经许可, ackedờ